好 緊接著我們來介紹三角形相似型應用的第三個 各位還記得嗎 老師在介紹三角形的時候 曾經介紹過七大金剛 什麼叫七大金剛 就是說只要是三角形 它一定具備有底下的七個性質 第一個 三內角合180 第二個 三外角合360 第三個 任意外角等於不相鄰兩內角合 第四個 大大小小 大腳對大邊 小腳對小邊 第五個 任意兩邊合橫大離第三邊 任意兩邊差橫小的第三邊 第六個 面積等於底層高 也會等於二分之周長乘以內切緣的半徑 面積等於底層高等於二分之周長 第七個 兩腰終點連線平行底邊 長度是底邊的一半 當時老師就講過 說每個證明 前面幾個我們都有證明過 第七個我說會等到後面再來證明 現在要來證明了 這個三角形NEC 珠一是兩腰的終點 只要是兩腰終點 只要是兩腰終點的一線 則 珠一會平行底邊 長度是底邊的一半 那為什麼 我們說這個A珠等於珠B A珠比上珠B會等於A1比上EC 這個是三角形解比例線段性值所提到的 如果這兩個比值相等 表示這兩個是不是要平行 那平行的話 同位角相等 同位角相等 那表示這兩個是幾樣 相似三角形 既然是相似三角形的話 喔 那就表示呢 前面講過這兩個是平行的嘛 一定平行才有這種結果嘛 所以平行得正的 再來呢 假設這裡是1 這裡也是一個相等嘛 這裡是1 這裡是1 所以這個1比上2 是不是等於這個1比上 這裡一定是2 所以這個珠一長度是底邊的一半 我們是得到證明了 七大金剛的第七個 我們今天呢 終於得到這個結論了 三角形兩腰終點連線 平行底邊 長度是底邊的一半 OK 我們今天把這個七大金剛的證明 全部給補齊了 我再強調一遍喔 讀數學每一句話都要證明 好 有的證明 不要懶 我們可能到後面 但是你不要在心裡面說 欸 這個為什麼這樣子 你要知道它為什麼嗎 這樣我們讀起來才會有興趣 很有意思 無緣無故有一個人對你很好 為什麼 要找出他的名義 就要找出他的名義 誰要幫他拿他的名義